OK 兄弟们大家好 今天给兄弟们解说一下 揪魔智 好吧 揪魔智兄弟们懂 最近看过我视频的都懂了 龙龟大圣揪魔智 好吧 碰见了 可以说是全服 不说第一啊 主一主二嘛 好吧 暴龙哥哥的一个模范寸 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给对面来一把 龙龟大圣啊 能不能克一克对面 关键帆的话凝子要抢一下这个衣宿 对面的法系硬件好了 能够拿到衣宿也是很正常 16段的黑宝石 16段的腰带鞋 关键帆一把凝子 抢回了一个衣宿 看一下揪魔智 这边的话飞 对面的话是出了一把青蛇 OK 感觉这个揪魔智的话 碰见这种硬实力的选手 感觉有点打不太动啊 兄弟们 就平常那种法系 碰见揪魔智头痛 就头是真的痛啊 比赛的话第七回合 关键帆得小心一点啊 第十回合地面是真给你出力厅啊 地面这个时候不出宝宝了呀 留了一个宝宝位置可能是要出力厅啊 关键帆的话出不浓规了 准备要摆正法了 关键帆弄清宝宝 看一下关键帆下一回合的话 要不要换一个隐弓 关键帆的话直接把对面点倒 不过也没有关系 对面拉起来 关键帆可以锁薄 别说关键帆有机会吗 对面神佑 神佑之后换个地厅 关键帆怎么应对啊 哥们 OK没有选择换地厅 这个是打得稳啊 没有选择换地厅 关键帆的话再飞 对面是要87163加神佑武器啊 所以说前面几把的神佑概率非常高啊 关键帆没有配数宝宝 对面一把分身 分进去 比赛的话是二回合 电宝宝电6000 电人物电4000 关键帆的话宝宝破分身 继续要点对面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魔帆寸的九转一定带的不会特别多 所以说关键帆只需要 一直来压对面的一个人物单位 然后左波 千万不要亲宝宝 亲宝宝是亲不过的呀 对面的话 电到关键帆人物单位 打出那个 秒 应该是秒四的筋脉啊 这一把电的话应该很痛啊 对面的话选择先分身 打得也是蛮稳 宝宝的话没有选择破分身 这边有单头 没有选择破分身啊 选择还是要亲宝宝 宝宝的话有神 那这一把的话血亏 兄弟们血亏 他为什么一定要亲右边这个 这个童子呢 关键帆 现在没有办法破分身 选择出宝宝 得出一个那种速度快的 能破分身的宝宝 对面也是给前面啊 也是不换地厅啊 我觉得关键帆的话 弹一个地厅的话 应该不太能够弹得住 这边出了个利劈 要亲对面的一个小孩 比赛的话 19回合 我觉得 打得其实也还行啊 赶快来 散步 说匰 如果那么去 请��고 Scroll 听这个物体律 我 pone 顾好 吃 唱